主啊救我 耶稣就把彼得 从水里拿上来 和彼得就一块了 上了船 各位 这件事啊 在圣经里面呢 就记述了 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啊 大家会说 这个真实 不可思议 很奇妙的事 怎么会 有这个事呢 快呈现去了 还能够 从水里能够上来 而且耶稣会在水面上走 我自己啊 我经历的一件事情 我给大家说 说来这时间长了 每一次我给大家讲的 22年以前 1980年2月10日 我在西北 那时候 在西北工作 到星期天的时候 我带两个孩子到河边去 那黄河的发源地啊 在冬天 结了冰 有些地方呢 就是到了 春天的时候 过了12月到1月的时候 慢慢有些地方 化了 化了冰以后啊 这个 水里头有很多的鱼 在化冰的地方呢 我们把王 那尼龙丝接的王 都是这么大的洞 或者大一点的洞 大洞呢 就套大鱼 小洞就套小鱼 鱼一进去 尼龙丝他 推不回来 一退就 卡着就塞了 所以进去 肯定 一进去 就把他抓住了 因为头小 后面大 一进去 他再走不动 走不动就要往后退 一退 好了 那个尼龙丝就卡着这个塞了 所以很准的 就套着很多的鱼 那么星期天 我带着两个孩子去 我把王放好以后啊 因为在河中间啊 那河也蛮宽的 黄河 水还缓缓地流着 结果站着那块冰呢 一下子塌下去 我在河中间就掉在水里了 冬天呢 一身冻撞 棉帽子 棉手套 长筒 长筒的靴子 棉衣 都是郁寒的 大家想想 这怎么办 水还流着 再流下去 下面就是冰 到冰底下去 你能上来吗 就这一块地方呢 大概就有这个房子啊 一半这么大一块地方 是没有 没有结冰的 那冰化了 我不会游泳 但是我心里 非常镇定 弟兄姊妹 那是我头朝下去的 我很清楚地知道 我两个腿 还在水面上 我感觉得到 没有完全沉下去 头在下面 这个时候我就说 主啊 你救我 我非常冷静的 我进去没有 咕咕咕咕咕就喝水 一般人 吊在水里就喝水啊 因为他呼吸了 咕咕咕咕的水都进去 就我没有喝水 不知道 为什么有这顿力量 我的孩子 岸上就说 爸爸呀 爸爸呀 怎么办 这个声音 从水里传到我的耳中 我听得很清楚 爸爸怎么办 怎么办 主啊 你救我 你看奇妙不奇妙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力量 把我180度的一个转身 我一下子头就翻上来 脚就下去了 就这么一转 真感谢主 转上来以后 而且我的脸呢 就露在水面 可以呼吸了 一转上来 马上脸就是向上 怎么办呢 没有游过游 不会游泳啊 那时候就学着游泳了 哎呦 我两个手就这么 感谢主就上来了 你相信 就这样就得救了 我一上来以后 全身 看得冬装了 那时候二三十度 我零下 就冻成硬着 弟兄姊妹 带着男孩子 回到家里 把衣服一换 因为星期天了 是晚上了 第二天上班 到医院里去 连感冒都没有 相信吗 不知道 那种平安 就是主给了我 主就救了我 弟兄姊妹 你相信吗 耶稣在水面上走啊 那我在水里头 我怎么能够得救呢 主救了我 请大家看 诗篇 十八篇 诗篇 十八篇 第十六节 圣经 翻到中间 诗篇 第十八篇 这是事后了 我过去一直读圣经的 但读过以后 就读过了 没有注意到 因为这次 我从水里救上来 我就看到了 十篇 十八篇 第十六节 这里说 他从高天 伸手 抓住我 把我从大水中 拉上来 当我看到 这些经文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惊奇 主啊 真的吗 过去的新闲 他们也经历过呀 你也把他们 从水里救了上来 今天主啊 你真的救了我 所以感谢主 二十多年以前的事 我一直记在心里 为什么 我要 每一次讲 我要述说 上帝的大能 不是主救我 我今天早已不在这里了 我还能给大家来讲道吗 介绍真理吗 就冲在冰下 流入大海 被大雨所吞 完了 是不是呢 弟兄姊妹 因此我深信 宇宙的主宰 他的一切的作为 今天我们在世上 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危险 你要想到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 掌管宇宙的主宰 在他 最爱我们 因此我们 不论在任何情况 主 确实是我们的救主 他是掌管宇宙的主 他是永活的主 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 他最爱我们世人 弟兄姊妹 别人的见证 对我们来说 会有些出动 但出动不大 我这样说了 你会感到 真的吗 哎呀觉得 的确有上帝 你自己今后要经历 你会经历的 上帝也会给你 一些事实 让你感受到 这位救主 就是我的救主 在困难中 能够帮助我 现在我们请大家 再唱一首诗 我们唱这个 一百五有一病患 一百六十七首 再美食有吧 一百六十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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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一百六十七首 一百六十七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